满满的特卖商品 这可不是在某个百货公司 而是中华职棒联盟 原来从1990年职棒元年就成立的中华职棒公司 在25年后完成阶段性的任务 预定在2月28号正式结束营业 人员和业务纳入中华职棒联盟 而过去职棒公司主导销售的各项商品 也选在2月7号的这一天 进行大规模的清仓特卖 吸引了大批球迷前来抢购 虽然不是百货公司的特卖会 不过职棒公司商品的特卖 也比照百货公司等级 推出了每组500元的200组超值福袋 每个福袋除了一本历年的职棒杂志 和记录年鉴之外 更有其他限量 甚至是外面买不到的绝版商品 比较特别的是 里面福袋除了固定有杂志之外 还会有一些比较 稀有性价值也比较高的商品 比方说这个球迷版的球衣 它一件都要一件多块 然后另外还有球员版的热身衣 这些都是福袋里面 比较大的奖项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是 那个Cross 就是一个名笔的名笔组 然后这个部分也是有 两组会在福袋里面 那除了这些商品 高价的商品在福袋里面之外 还有我们还准备了两件 就是冬季联盟的实战球衣 就是球员真的有穿过的球衣 放在里面 在这200个福袋里面 这么好康的内容 也难怪成为球迷第一锁定的目标 才半小时左右全部卖光光 而没有抢到限量福袋的朋友 只能转战其他的商品 包括特定比赛的纪念球 纪念帽 纪念服饰 甚至是具有纪念意义的过期杂志 从一年开始看的球迷 从国小的时候就开始看 那我一直都是那个兄弟的球迷 就是原本一开始要重定 因为福袋 可是可能比较晚来 所以都卖完了 我觉得可能是杂志吧 因为之前有时候小时候会去图书馆 去翻那个《中华脂肪》杂志 那其实刚刚看的一些封面 还蛮勾起以前一些看球的回忆这样子 就是很想买球衣 就是中间开金的 很像是棒球装的球衣 那其实是我自己觉得 看起来穿了就很有精神 像这一位小球迷 早早就和妈妈一起来 抢到了一个福袋 也特别针对他所喜爱的明星球员 搜集绝版的商品 就收集零四胜的东西 像质量粉 还有那个杜哈亚运的那个 他那个关键的胜利打点 可以看到以前传媒看过的东西 还有一些怀念的一些照片或事件 职棒联盟表示 由于接下来将进行整并前的财产清点 所以要再次进行特卖的机会不大 对项羽的球迷只好说声抱歉了 不过接下来新球季 职棒联盟仍然会在开幕战 明星赛等特定赛事 推出特别版的商品 让球迷们继续收藏 大家好 我是慧妮 我在自桃园 然后今年十九岁 然后就读台北教育大学 体育系 然后喜欢跳舞 也很支持球队 所以希望能够选上 LAMI GIRLS为球队一起加油 这位甜美可爱的女孩 到底是要来选什么 原来是LAMI GIRLS的啦啦队 要来增加新团圆 这次号称万中选音的招兵买马争选活动 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特殊条件呢 标准的部分 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会跳舞 因为跳舞是基本的嘛 我们要在球场带动大家 所以也要保持着愉快的笑容 然后像我们大家一样热情 叫一下 我觉得要有非常好的体力 还有内心要非常强大 非常喜欢棒球 你要感受到观众进场的那一颗渴望的心 而且最重要是享受LAMI GIRLS这个舞台 每位来到这里的女孩都身怀绝技 上演了一场最美丽的战争 各式各样的舞蹈风格是应有尽有 再加上精彩的才艺加分题表演 把现场的气氛是炒热到最高点 不仅由体操国手来露一首 就连耍花枪的传统民俗技艺都出现 18般舞异样样精通 看来这一次的万中悬疑 恐怕真的会伤透了各位评审的脑筋 这场美丽的战争 由于有五位选手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 拿下的同登同分 因此最后评审团决定要来进行 史上难得一见的PK大战 而且一次PK还不够 要到二次PK才分出最后的高瞎 破天荒一次入选五位 也让各位球迷是拍手叫好 横分举双手双脚和动算赞成 而最终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一次玄境这五位新的LAMI GIRLS呢 那这五个女孩子呢 可以从她们今天的表现上面呢 来做一个特色上的补足 所以我这边就做一个决定就是 今天这五位的这个女生呢 就是也没有谁是第一名 全部都是第一名 再加入了五位新女孩之后 LAMI GIRLS的均荣是越来越盛大 也让球场上增添了更多全新的焦点 让球迷朋友们 经常除了享受看棒球的乐趣之外 又多了一层视觉上的饗宴